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个社群节点 什么是社群节点呢 就是说呢 这是个人开发者自己做的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叫NodeMineMessage 它呢就是整合这个Message的功能 那这个节点呢 它的文件在这里 有兴趣的在自己看 那我大概讲一下怎么用 那要怎么安装呢 你如果是自驾的 或者是 或者是在这个N8云端平台的话 一样在这里安装 在左下角这个setting这里 然后这里呢 有community nodes 这里 然后你按install 你按install 然后呢 把这个社群节点的名字呢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贴上 然后呢 那打官同意 这个主要就是说呢 他跟你说 这个节点不是N8N做的 就是其他的作者做的 那 就是这个风险 你们自己要负责就对了 那 这种社群节点呢 有兴趣的在自己就安装了 然后你按install之后呢 就会出来了 出来你就可以打LineMessage 就有这个节点了 LineMessage 就有这个节点了 这样 好 那这个节点出来呢 之前 其实之前就出来 只是 我不想利用他 因为 他的功能很潦草 只有传送文字而已 那现在呢 已经可以传送这个 FlashMessage 这种是一种按钮的表单功能 这样 互动式的按钮 然后呢 因为很多人想知道这种按钮 到底是 怎么做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demo 是很简单的版本 这很简单的版本而已 实际应用呢 没有这么简单 那这只是一个范例 因为这种范例呢 其实就已经 就已经蛮多人不会用了 好 那我来示范一次给各位看 到底是怎么用 好我现在演练一次给各位看 我来看 我来讨厌 加拿 基本上就是这样用哈 就是简单的说呢你可以给他一个关键字 然后呢他就会跳出表单给你服务选项 然后你就可以去点 然后点了他自己就会去做这样 好那这个原理是怎样呢 我们来看 就是说我先给他一个switch case 然后我先接有没有这个关键字 有的话就跳到这个初始选单 那这个初始选单呢 这个呢我们现在要讲LineMessage 什么设定 一样我们create一个NewCretention 这个ChannelAssessedToken呢就是 就是这个啊 这个就是ChannelAssessedToken 然后呢你的这个ChannelSequest呢 是什么呢 这个ChannelSequest就是在这里啊 这个就是你的ChannelSequest 这样你又把它贴过来 一个是AssessedToken贴过来 一个是ChannelSequest贴过来 贴好之后呢就会变这样 好那这里有各种操作啦 那我们今天只讲replay的跟send就好 replay的很简单就是回应 它就是回答你的那个replay的动作这样 然后呢它这个回应呢就是 我这里呢就是写这个 flashMessage的这个 json程式码这样 那这个程式码呢 注意你要用bubble 你一定要用bubble 它不接受flash格式 它不接受flash格式 它只接受这个 这bubble格式而已这样 好那我呢 现在呢来给各位看的话 我们现在用text模式 一步一步解析给各位看 我们现在用text模式 一步一步解析给各位看 好我们用text模式 好来 看到没有 我现在打帮助 它要走上面这一条路 上面这一条路之后呢 它就是用这个 你选这个type 是flashMessage的type 不是纯文字type 是flashMessage的type 然后呢 它就是按照这个程式码的描述 bubble 然后垂直的格式 这是它的layout描述 这样 然后呢 它就跟你说呢 你这个标题 你需要什么服务这样 然后呢 它就有写文章 动作action 这里有动作 每一个按钮都有一个action 这样 好那我们再来执行看看 一样 再测试一下 好有了 有没有 现在呢它是怎样 它就是抓这个action 抓这个action 有直 没有错 必须要等于 抓这个action 有直 然后这里没有错 这里data 按钮才有这个action的动作 如果不是按钮 有没有 然后呢 我们写到这个data table 去储存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呢 是拿来判断 我要输入的是文字还是图片 什么是data table 我们在这个 第35集的时候 有教过各位 那不知道怎么建立data table 再自己去看35集 那我简单的说呢 就是说 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的data table 我简单的说 我就是给了一个状态列而已 然后呢 如果这个状态列没有直 它就插入这个文字状态 这样 好现在呢 我继续执行 它两条路都有走 可是上面三个判断式都不符合 那下面的判断是怎样呢 就是文字讯息 有抓到文字讯息并存在的话 那现在呢 就是抓data table 抓这个状态列 好 这个状态列它去判断 状态列是文字 或者是非文字 好 状态列是文字 那就是写文章 进来写文章 写完之后呢 再用存文字发送 这个就是存文字发送 这样 然后replay token呢 就是前面这一个 这里有一个replay的token 在这里 这样 放进来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把状态列给删掉 再保持状态列空 每一个任务执行完呢 就让状态列保持空 我们来重新整理看看 好 没有状态列了 好 好 那 我们来看看 那绘图是怎样 一样 他就是抓到呢 这个Asian Data Draw Image Asian是Data Draw Image 然后呢 一样送到这个 文字讯息 他会问你 请输入题目 文字讯息 然后一样 新增一个状态列 这个状态列是什么呢 Image 来 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Image 继续 这样 好 那我们来继续 执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片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 一样 它这个文字讯息 它这个文字讯息呢 并不符合三个状态列 没有按钮的动作 然后文字也不是帮助 没有等于帮助 那就是说呢 它就是一个纯文字的动作 那这个纯文字的动作 一样 它也是抓这个状态列 抓到了是Image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乙符呢 要判断 哦 不是文字 它就是走下面这一条路 好 这一条路就是根据题目 会写一个这个 英文的绘图提示词 写完之后呢 送到Dramonite 去帮我们画画 画好之后呢 一样我们把它上传到一个 Superbase的网址 这个我以前的课 我以前的影片都有讲过 不知道什么是Superbase 自己去看 自己再去看第15集 第15集呢 我都有教过了 好 那就是把网址呢 放到Superbase 然后呢 这个LineMessage呢 因为它没有发送图片的功能 所以呢 我还是用这个HTTP节点呢 就是实作LINE的发送图片的 这个API技术文件的功能 就是给它这个 Json的档就对了 这个我以前也有讲过 就是你自己的LineID 然后呢 放这个图片的URL Type是图片 这样 好 然后呢 一样我们要清空状态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Data Table Image是不是被清空 好 没有错 Image也被清空了 那这个就是这个LineMessage的用法 从文字跟这个按钮呢 我都已经交给各位了 就是这样用 那这是最基础的 不过呢 我比较不喜欢用LineMessage 可是因为很多人呢 在讨论区在问 我就讲一下这样 那我自己正规用法 还是用HTTP 也是 那有兴趣的人呢 自己再去安装这个节点 安装方法 刚刚也跟各位说过 这作者也是更新的很紧好 你看五天前更新的 好 以上就是这样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请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 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